回来了 皇后娘娘 您让微臣堂堂正正地回来 微臣不敢辜负您的期望 回来就好了 本宫还要多谢你救了皇上呢 那是微臣的本分 有功也不忘本 才能在皇上跟前长久 皇上这次亲自赐婚 是无上的荣耀 南大当婚 女长虚嫁 娶妻身子陈家立业 就是另一种日子了 皇上这次给你挑的冒歉格格 也是出生好人家的 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今日交房贵宠 仅有在意 这些年论谁再得宠 皇上也没再赐过交房恩典呢 皇上厚爱 臣妾不敢承受 婚婚 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 朕今日所做的 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皇上言重了 皇上与臣妾之间 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你不必心有不安 永寿宫的种种不止 皆是朕的意思 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 无人敢盲问 昨夜的夜喜堂 皇上你是如何说的 你说余贵人只是可解 今日又说她有孕在身 莫非你是故意诱骗本宫 秦皇后娘娘恕罪 是品妾害怕 八言身怀龙死 为人所害 臣妾好心请了太医替她医治 她却反咬臣妾一口 一个小小的嫔 竟敢污蔑高位嫔妃 这是大大的不敬 你要我多陪一会儿傅令吧 让我陪着她 她在我眼前 我就放心了 哥哥 没有人会伤害九阿哥的 不 现在是皇上了 您看 我一时还改不过来呢 想害芙林的 这宫里宫外 和这小玉儿一个人呢 这 只要你肯答应救四爷 我就把正式的位置 让给你 要想救命你 就得以命换命 你 你不能就这样死了 那四爷要回来了 我该怎么跟他交代啊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你先写遗书 就说你以为四爷要死了 主动训了他 我好不容易才站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我不希望他眼里有别的女 皇上 这醒酒汤也用不着了 我这不是喝酒喝醉的 我是存心一醉 就算是您帮我醒了酒 我还是会醉的 今天不醉 明天也会醉 今天明天都不醉 或许以前许许多多的日子 都醉过醒过再醉过 这醉醉醒醒醒醒醉醉 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